七级强阵震撼中东 土耳其叙利亚斯伤人数持续攀升 24小时内与阵不断 栽区救援雪上加霜 手中抱着还在墙堡中的小婴儿冲出瓦砾堆 镜头前这名土耳其女童也在搜救人员协助下 幸运获救 在搜救队陪伴下 小男童一步步爬出断圆残壁 连的抢救虽传出不少好消息 但更多时候是灾民 情绪溃蹄 土耳其传出有多名国家级运动员失联 安塔基亚甚至有一支女子排球队 被活埋在倒塌的饭店下 十四人音讯全无 曾效力英超的足球明星阿特苏 同样下落不明 尽管国际纷纷声援 搜救队物资整装出发 但问题是灾区部分机场也因强症受损 跑到地面隆起 班级难以降落 自力救济更是难上加难 雪上加霜的是寒流冲击 灾区入液低温在零度以下影响搜救行动 瓦斯电力通讯设备也中断 居民只能用最古老的方式生火取暖 一场地震重创土耳其叙利亚 土耳其进入为期七天的全国哀悼期 降半期致哀搜救行动持续分秒必争 三立新闻很深不倒 一阵巨响建筑大楼接连倒塌 镜头转到另一边民众把腿狂奔 现场掀起大量烟尘 多数建筑如骨牌崩塌 让所有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强症重创土耳其超过五千栋房屋被震毁 而灾情如此惨重 房屋建造品质就是一大原因 过去土耳其研究就曾点出 一九五零年代大量民众移居城市市区 移下永住过多人口住宅 只好赶工快速新建 却因没有严谨建工 导致市区建筑危机四伏 一九九年七点四级地震 强袭土耳其 当时同样因建筑大量倒塌 导致许多人被活活压死 土耳其在二零零四年通过新法 要求所有建筑必须符合抗争标准 但新法律上路却似乎没有有效实施 二零一六年土耳其最大城市 伊斯坦堡市中心一到五层楼高的建筑 突然崩塌 尽管地方首长称无人伤亡 但水泥建筑一夕崩塌 也被质疑根本是豆腐加工程 建筑工程加上政府法律上路多年 看似无效 导致如今灾情惨重 谁该为此负责 也将是土耳其当局灾后检讨重点 三日新闻 这条报道